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在新店经营蔬食餐厅的店长 在去年因为病毒的影响 我们遭受非常多的苦难跟灾难 然后常在工作的场合就想到圣言师傅的话 工作要感不要急 身心要松不要急 那这句话我也常告诉我们餐厅面同仁 常常想着圣言师傅的这句话 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上面 让明年能够活得平安 自在 健康 法谷山除夕壮中 108 for all 为世界祈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